20理論系列 小心 有時候抗氧化劑反而會觸氧化 幫助自由基生成 抗氧化對肌膚保養很重要 因為許多對肌膚美容不利的因子 例如紫外線、空污、煙酒 不當飲食作息、情緒壓力等 都會藉由自由基的生成 去供給皮膚的正常生理功能 或組織分子結構 老子皮膚 鬆弛皺紋 敏感泛吼 黑斑 色素沉澱 乾燥粗糙等衰老症狀的出現 因此 利用抗氧化劑 例如維他命C、維他命E 食物多酚、內黃酮等 才幫助清除自由基 使肌膚美容保養中合理 且實用的選擇 然而 隨著抗氧化劑的廣泛應用 加上其他領域的研究觀察發現 這些維生素C等抗氧化劑 在特殊狀況下 卻有可能發生 促氧化作用的反效果 讓自由基不減反生 而這特殊的狀況是 過度金屬的存在 催化分噸反應的加速發生 參照分噸反應 當過度金屬與過氧化氫 加上抗氧化劑 例如維生素C 同時存在時 抗氧化劑的還原能力 會促使分噸反應 持續製造自由基生層 產生促氧化作用 結果 加速肌膚的衰老 而皮膚中最常見的過度金屬 就是銅鋁鐵粒子 因此當我們在皮膚上擦保養品 補充了抗氧化劑成分 是不是等於製作孽 去完善分噸反應的發生條件 反而會導致自由基的增加呢? 幸好一切都還是得回歸 與劑量有關 至少在正常的生理狀態下 這些抗氧化劑很難遭遇 高濃度的過度金屬存在 研究也發現 當過度金屬濃度相對低時 維生素C主要表現抗氧化特性 反之 當過度金屬濃度相對高時 維生素C才會呈現 促氧化的效應 另外加上 身體原本既有的 抗氧化酵素系統 能有效調控過氧化氫的含量 所以 給皮膚擦保養品 帶入相對高濃度的抗氧化劑 其實並不需要擔心 但是對皮膚來說 還有一種狀況 被考慮 就是當曝露於 污染嚴重的環境時 空污懸浮為例 可能狹帶大量重金屬 黏附到皮膚上 這狀態下 是不是有可能 誘發分沌反應 導致自由基增加 加速肌膚老化 所以 從肌膚保養的角度來看 對於生活在高度工業化 都市化環境中的我們 肌膚保養 對抗自由基 除了抗氧化劑的使用外 也該注意 過度金屬的潛在影響 可以透過 搭配金屬阿爾劑 讓銅鐵等 過度金屬離子 絲活 以降低 分噸反應的發生 或配合清潔產品的使用 盡快清除污染物成分 避免皮膚 長時間接觸 累積重金屬 受制有害基量 來抑制過度金屬的不良影響 感謝收看本集20理論系列 如果喜歡本影片 請幫忙按讚 分享 訂閱 加鈴鐺 成功的配方 來自於20%的理論 加上80%的實驗 現在理論已有 就等你來實現 專屬於你的美容保養配方 記住 科學在於發現 不等於信仰 理論 可以被改變 記住